如佛发生了一起溺死案 一名母亲和亲戚带上两名女儿 到苏里里丹荣部落海滩吸水时 怀疑是遭到巨浪卷走 两名女儿当场溺死 两名成人则是被民众救起 这起事件在下午大约三点半发生 萧整局接获投报后立刻到场救援 不过为时已晚 十岁的女童和她十三岁的姐姐生生溺死 索性当场的民众及时发现 救回了死者的46岁母亲和她的亲戚 年龄为27岁 两名伤者已经送到临近的医院就医 事发原因还在调查中 据了解事发海滩有插上红色的旗帜 警告民众要提防巨浪 不要在海滩吸水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